大家好 这段时间是茉莉花的剩花期 那么也有不少花友反映自己的茉莉花 这个香气不够浓 其实养了好的茉莉花 它的香气是非常浓的 在阳台里面养一盆 那么整个客厅都会非常的香 如果说大家养了茉莉花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那就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养护方法 第一点是增加光照 因为很多花友 可能在阳台里面养茉莉花 光线条件不足 那么就使得光合作用不够 导致茉莉花开出来的花香气不够浓 所以说我们要适当的给它增加光照 人们常说晒不死的茉莉花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给它越晒 那么它开出来的花的品质越高 香气就越浓 那么第一个就是水分的管理 我们在平时浇水的时候 跟其他花卉要区别开来 因为茉莉花它是使时任的一种花卉 所以我们平时浇水保持这个土壤 有点微微的湿润 这样的话 茉莉花的根系更加容易吸收到养分 那么最后一点 就是给它施肥了 有些话有可能 家里面有什么肥 就给它用什么肥 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 茉莉花在开花这段时间 我们应该适当的多用一些零酸的青甲 因为只有零元素 甲元素充足了 茉莉花的花苞 才会更加的饱满 开出来的话 才会更加的大 而且香气才会更加的浓 茉莉花在开花的季节 我们一定要按时按量的 给它使用零酸的青甲 按照1比800的比例 或者是1比1000的比例 等这个土壤干透了 我们再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那么只要大家做好这几点 茉莉花开出来的话 香气就会翻一倍 好了 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